这还不是奥林匹克运动项目 可对车手们来说这并不重要 车手们以每小时112公里的速度向前冲 冰的厚度已接近半米了 每小时70英里 紧张到肾上腺素的上升 这是其他地方体验不到的 在冰冰的湖面上加足油门的体验 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追求刺激的车手 很多人到这儿给车手助阵 冰上摩托车都配备了有带螺丝头的特别轮胎 在赛车手转弯的时候会加强附着力 可他们还是会摔倒 但这阻挡不了他们继续比赛 摔下来的时候身体不大会受伤 在地上就不同了 你会翻滚 还有车轮很容易受伤 当然这些是冰上赛车的危险因素 特别是今年超低气温 纽约州北部一些地方的气温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 我们来的时候气温是零下15度左右 现在是大约零下34度 主要是脸上冷 得小心冻伤 不过这是冰上高速比赛 必须经受的部分挑战 美国之音 拉皮地报道